明天就是周末 也是母亲节的假期了 天气好不好 适不适合全家出游呢 我们要请记者及WAS来告诉大家 周末的天气状况了 好的主播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午安 昨天封面完全远离了 水气也减少了 今天全台各地都是多云到晴的舒适天气 我们可以从卫星云图来看到 台湾目前上方仍有一层微薄的云量 而环境风场也从风面远离之后 吹的东南东北风 转为现在的偏东到东南风 因此在温度感受上 今天起就会逐渐回温了 而我们继续看到各地阳光露脸了 也要继续来关心今天的紫外线指数 根据中央气象局的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紫外线指数大多都是呈现过量等级 尤其我们可以看到高雄 屏东以及台东线 都出现了紫外线高亮等级 那么其他县市也都是亮起了红灯的过量等级 因此提醒观众朋友要特别留意 直接曝晒在户外的时间不要过长 那么继续看到从温度趋势图来看 来到北部地区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温度趋势图 从今天开始温度是上看回温到30度了 而后续几天都是一天比一天还要暖热 到了下个礼拜高温甚至还会来到30度上下 回到典型的夏天天气形态 因此提醒观众朋友出外活动的时候 要记得适时补充水分 接着我们来到中部地区 我们可以看到未来一周高温一样是上看30度以上 那么也由于今天开始到这个周末 水气都偏少的午后的雷雨也局限在中部山区 至于到了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三 水气增多了短暂的午后雷雨才会从山区扩展到平地 那么我们看到南部地区 由于风面远离了之后 气温又再度回升到暖热的31到33度 中央西洋局也预测未来一周南风又会再度吹起 因此南部地区的白天是逐渐趋向闷热的天气形态 而紫外线指数也有可能再度达到过量以上 因此提醒观众朋友 适时补充水分也要记得防晒了 最后我们看到东半部地区 因为是迎风面的关系 云量稍微多了一些 要特别留意局部短暂震雨的情形 而气温也会相较中南部地区比较凉爽了一些 因此最后要再提醒观众朋友 上一波的风面已经完全远离 各地水气也变少了 而这样稳定的好天气将会持续一个礼拜之久 而下个礼拜吹起南风 又会带着台湾各地进入典型盛夏的天气 也因为水气增多了一些 午后震雨的机会也会相对提高 以上就是未来一周的天气概况 然后再次进入典型盛夏的地区